神话故事里有两个和尚最为出名 一个是唐僧 前世是佛祖坐下的二徒弟金产子 历经时事轮回 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 另外一个就是法海 一生不在降妖就在降妖的路上 他俩表面上毫无关联 实则都有一个共同点 一天小青因为偷灵之草 被法海打落瀑布水潭 法海念在他偷灵之草是为了救人的份上 对他手下留情 并让他戴罪立功助自己修行 于是他们约定赌局 如果小青能乱他的定力 那么他就会放了小青 老实说看到这里让人十分不紧 法海乃得到高僧 让一个妖怪帮助自己修行 适合道理 小青为了活命 便开始对法海上下其手 各种诱惑各种妩媚 只为乱了他的心智 那一夜小青用尽从姐姐那里学到的所有手段 一开始法海还能稳如泰山 进行参禅 直到天亮 小青身缠一条巨型蛇尾 一直在水中嬉戏 如果你没看过西游记 没看过唐僧 你一定以为小青是抱着自己的蛇尾细水 但你仔细看 小青的尾巴是青绿色 这个尾巴颜色偏黑 根本不可能是小青的 而法海接下来的表现 竟然证明这条尾巴是法海 他的本相竟然也是一条蛇 小青或法海的尾巴缠绕在一起 不断挑逗法海内心的欲望 法海虽然紧闭双眼 但最终还是处于下风 河水瞬间沸腾冒泡 法海还想施展法术 镇压体内的燥热 最终还是被小青破功而沦陷 恼羞成怒的法海 挥动浮沉赶走了小青 随后在于清白两蛇激战的时候 法海竟然能将自己幻化成天龙 更进一步证明他与蛇的关系 在神话故事里 蛇千年可化骄 骄精力万年可化龙 由此可见 法海的修为在万年之上 只是他和唐僧一样转化成人之后 对于自己的本体是什么 根本不自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